好 這題有一個融化曲線圖 甲開始受熱 每分鐘的吸熱都一樣 請問你廢點融點 25分鐘怎樣怎樣怎樣 第一個 10分鐘開始融化 25分鐘融化結束 45分鐘開始沸騰 65分鐘沸騰結束 這個從圖上看出來了 你看得出來嗎 好看出來之後 就知道 魚餅之間是什麼 故意共存定物之間呢 叫義氣共存 所以C跟豬都是錯的 從圖上可以看得出來 我的融點是10度 背點是多少 90度 所以A是錯的 B是對的 這個不用算 我講過了這個融化曲線圖 可以考很多事情 可以考很多事情 可以考你不用算 好下一題 20公克的純水 穩定加熱得到這個曲線圖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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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請問你誰的敘述是對的 誰的敘述是對的 加熱20公克的純水 加熱20公克的純水 得到的溫度變化曲線圖 長成這部德性 請問你誰的敘述是對的 誰的敘述是對的 停車戰界問 哪一個敘述是對的 哪個敘述是對的 找兩個吧 一男一女吧 女生15 男生21 沒有15 女生8號 女生8號 男生21起立 8號21起立 來 報答案 你選B 你也選B 請坐下 答案 3分鐘開始沸騰 10分鐘仍然在沸騰中 因為還是平的嘛 對不對 還是屬於溫度沒有改變的狀態 所以呢 3分鐘開始沸騰 10分鐘仍然沸騰中 溫度不變 狀態改變 可是還在吸熱之中 2分鐘的時候 雖然沒有沸騰 但是呢可以蒸發 還記得我教過嗎 蒸發可以在任何溫度進行 對不對 任何溫度都可以有蒸發的現象 所以還是可以蒸發 還是可以氣化 然後呢 沸騰是純物質的特性 10公克的沸騰是100度 500公克沸騰還是多少 100度跟質量沒有關係 所以呢 因此我們答案是A 答案是A 答案是A 只有A是對的 只有A是對的 8分鐘的時候 已經在沸騰中了 圖案看出來8分鐘在沸騰中 所以A是對的 2分鐘的時候有蒸發 所以可以有氣化 所以B是錯的 T就是沸騰 所以不會水質量增加 或減少的改變 所以C是錯的 3到10分鐘 雖然溫度沒有變化 可是仍然在吸熱中 熱量是用來做狀態改變用的 所以我們說答案選A OK嗎 OK 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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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